大家好,本期有野猪配音 之前做了一些新游的评测和试玩反应还不错 所以我们继续 来看看最近这些游戏有什么大的动作 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退出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投币收藏支持 祝十连多金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关注野猪,享受最新的各种游戏攻略福利哦 首先是我一直在玩的光细节语更新了很多东西 开了万圣节活动 可以白嫖两位角色的皮肤和实抽 还有一堆材料 卡池欣赏了一位单体特攻角色 这个角色在PVP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可以削弱敌人的生命上限 对于打速攻流和竞技场的玩家是不错的选择 我个人推荐新人朋友抽一个灵命 开一个图鉴就行了 然后竞技场可以获得的货币提高到了3600点 以前是2000 这里向第一次接触这游戏的朋友介绍一下 它就是积攒下面的点数 然后把角色放到屏幕上和怪物对战 之前有朋友担心这些角色利会可能会被和谐 我感觉应该是不会的 因为它这个擦边擦的不算太厉害 后面要说的翡射回想才是擦的厉害被和谐的 翡射回想这款游戏在开服的时候 我就做了评测视频 当时是被角色的利会吸引进去的 后来因为抽卡福利问题 我做了吐槽视频 接着有玩过国际服的朋友来告诉我 国际服的利会那才叫顶 出于好奇心我去搜索了一下 结果不搜不知道 一搜吓一跳 这个利会你在国府肯定要被和谐呀 这个利会放在我这个视频中 能不能过神我都不知道 审核大打请过神让大家看一下 顺便提醒一下大家 这游戏是课金数值回合制游戏 PVP完全就是课老的世界 零课月卡玩家看看利会就好 它的摆抽自选角色不是直接给我们的 先要开启这个自选卡池 然后再玩30分钟左右 打通主线章节时才给我们 而卡池里的这些五星自选角色强度都比较一般 第一个奶妈用处比较大一点 而他每日送的十连是比常规卡池出货几率更低的友情卡池 只有1% 常规卡池五星出货几率3% 如果有朋友真的想玩这款游戏的话 五星自选一定要优先选奶妈 就是第一个那个白头发的萝莉 接着要来说最近我在刷B站见到最让我惊艳的利会 无期迷途的米卡 之前就已经有朋友向我推荐过这款游戏 然后我去搜了一下 第一个跳出来的就是这个 它是塔房类游戏 其实我不关心它是什么游戏类型 我只想再看一遍这个利会 真实世界的残酷总会让人措手不及 那何不留在这里 和我一起共享着最美好的生活